哈喽,大家好,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呢一些止痛,因为这个星期的主题呢是止痛,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怎么如何舒缓我们的头痛,或者是呢我们的偏头痛,因为本身呢我个人呢是有偏头痛的,那尤其是来到天气比较闷热跟年热的时候呢,我都会有这个,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, 我就要吃止痛药了,所以我又很讨厌吃药,所以呢我就学习了,其实我们的身体上有很多穴位呢,只要你按一按揉一揉呢,不需要吃药呢,你就可以达到这一个不需要吃药之下呢,你就可以舒缓你的头痛,OK,那一般上来说呢,通常我们的头痛都是有三个部位,一个就是我们的太阳穴咯,然后就是我们的阴糖穴,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颗骨穴,就是在这个手指的中间下面压,那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三个,那呢我经过我一些的调查跟我去做功课呢,我发现有另外三个很棒很棒的穴位哦,这个很棒的穴位是非常有效的,因为我已经试过了,那第一个呢叫做GB20, GB20呢叫做风驰穴,风驰穴非常简单,就是你要如何找到这个穴位呢,打开你的手,将你的掌心呢,压在你的耳朵中间,然后呢,手轻轻的按在你的头部后面,把它抬起来,放下去呢,你就可以很轻易的找到这个窝, 然后你就可以去揉它,那这个呢,就是你的风驰穴了,GB20的穴位,那只要你搓一搓呢,它就可以帮助舒缓你的一些头痛了,好,来到第二个穴位哦,那第二个穴位呢,是GB8, GB8是我非常喜欢的,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效的,就是呢,只要在你的耳朵,耳尖上面你压下去的话呢,两个手指放在你耳尖上面,然后这个就在你的耳尖上面,这一个有一个酸酸的部位,这个就是你的GB8,GB8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帅骨穴,一样的,把手指放在这里,然后呢,这个就是那个穴位,你压下去的时候呢, 它是非常的舒缓,如果你有真的是有头痛的时候,它真的非常方道,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穴位哦,好,最后一个穴位呢,就是第三个穴位,我们叫做TE3,英文是TE3,华语叫做中主穴,我不知道有没有读对,主穴,OK,中主穴,那中主穴呢,其实你打开你的手,你的手背呢,你这个手指跟这一个呢, 它的交叉点在这,你就把它压下去,你会感觉酸酸的,那如果你有头痛的话,它可能会有一点更酸,那你比较容易找到,那你就可以在这里轻轻揉一揉这个部位了,OK,那这个就是我大家,我就分享给大家的三个新的部位,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,所以呢, 以后呢,请守住我的这个频道,然后呢,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如何可以变健康变美丽的一些小贴士哦,拜拜